Hello 你好 我是劉奶爸 今天来分享一下这篇文章是在2016年的6月30号 离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是数位时代的网站上面写的 媒体小编头痛了 Facebook再更换演算法 降低媒体内容的优先顺序 我们来看一下在里面的内容讲什么 Facebook日前宣布改编动态时报的贴文演算法 提前你我的好友家人贴文的优先顺序 并且降低广告内容出版者的内容显示度 所谓的内容出版者就是指些新闻媒体 他们在Facebook刊登的一些 你会看到比如说苹果日报 或者是某些报纸新闻 点击之后会连到他们的网站去 就是等于说把Facebook流量 导到他们的网站去看他们的新闻 Facebook在这篇文章里面是写说 内容出版者就刚讲的这些媒体 他们的内容显示度会被降低 会低于这些你的好友 或家人的贴文优先顺序 然后提出动态时报五大价值 就是朋友与家人优先 朋友的贴文讯息能够对用户有意义 并且这些贴文具有娱乐性 第二个所有的讯息内容平等 不会偏向显示的讯息种类 然后第三个是真诚的沟通讯息 第四个是用户拥有动态时报的经验控制权 就是让用户自己去掌握动态时报的控制 然后第五个是持续改善动态时报的功能 这次演算变化将会减少内容出版者 在使用动态时报的显示频率 进而影响到上千百万新闻媒体 透过Facebook的网站造访率的点击 包含网站的连结 影片和照片 如果过度依赖Facebook页面带来点击的媒体出版者 可能会受到这次演算法的变化影响 网站和分享内容的点击将会下降 反之如果媒体发布的内容是透过某个用户分享到自己的涂鸦墙 那么这些内容将会拥有较高的优先显示顺序 所以你看Facebook其实它很强调什么 它很强调是人与人之间的社群关系 就是我们在朋友的互动里面 朋友贴的讯息其实会优于这些一般新闻媒体贴的讯息 也会优于一般这些广告刊登的讯息 近期某些媒体内容发布越来越依赖Facebook连结过去的流量 就是我刚刚讲 在Facebook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一周刊 或者是苹果日报 或者是某某杂志媒体报道 然后很多媒体会依赖Facebook的流量 人家看了Facebook然后点击点到他们的网站去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会看Facebook 所以很多人会利用Facebook的流量 然后再导流把它导到自己的网站去 然后它这边有显示调查 美国有44%的成年人会定期在Facebook阅读新闻 根据出版分析 这家公司的资料显示 现在的新闻网站中有40%的外部流量都来自于Facebook 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将近有一半的流量是透过Facebook过去的 那今天如果Facebook调整这个演算法 那你这个40%的流量必定会往下掉 那你可能以前是40% 搞不然现在掉了20% 所以如果你的流量来源 依赖这个Facebook太过 太大 依赖性太大的话 那就会造成你流量马上就降下来 举例来说Facebook的Instant Articles 就是针对媒体出版者的推出 希望加强他们对Facebook的依赖性 然而这次的演算法变化 其实也在提醒媒体业者 过度依赖Facebook的风险 毕竟掌握平台内容的主导者 还是Facebook而不是媒体自己 最主要讲说 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是一个商家 你不是在Facebook上面去取得流量 或是卖东西的话 对你来说是好事 就是我们是一般消费者 对我们来说 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朋友贴的讯息 或者是我想关注的讯息 而不是看到一大堆广告 但是针对你是一个创业家 你是一个商家 你是卖东西的人 那你的流量来源呢 如果过度依赖Facebook的话 那这个消息对你就是不好的消息 就是你的广告露出频率可能会降低 那意味着什么 可能你花的钱跟以前一样多 但是露出的频率比以前还要低 那这个广告成本是不是就增加了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过去我常常有提醒到说 其实我们的流量来源 都应该要把它拉回我们自己的官方网站 也就是说 让你的所有的客户都知道你的官方网站在哪里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假设说你今天依照我的习惯 我是会把我的部落格跟我的官方网站 做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收集客户的名单 就是我今天如果今天是有Facebook这个平台 那我在Facebook曝光 然后把流量导回去 拉到自己的官方网站去注册 或者是加入会员 或者是订阅电子报 或者是加入LINE的粉丝 这几个动作我是一定会做的 那假设今天没有Facebook也没关系 比如说改天又出来另外一个平台 假设今天是LinkedIn 它比较流行 那我就会在LinkedIn上面去曝光我的网站的连结 然后点击之后 一样连到我的官方网站去 让粉丝去注册 去加入会员 去成为电子报订户 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 那还有一个是SEO 我们到现在还是蛮强调SEO的东西 就是搜寻情优化 搜寻情优化其实它跟内容行销相当有关 相当有关系 比如说我的你今天搜寻 然后你今天搜寻到网络行销的话 你可以看到有我的流奶爸的照片 那这个是搜寻情优化的意思就是 在搜寻情很容易被人家找到你 就是你的这个产业别 你的产品 人家搜寻你相关产品的关键字的时候 然后你就很容易出现在搜寻情的第一页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业绩一定会比较明显的变好 对不对 那这是SEO 让人家搜寻 那假设说你今天让人家搜寻不到的话 至少你可以去刊登什么 就像这个广告 这个是关键字广告 不过关键字广告 目前评估起来是比Facebook广告还要贵 目前的大家的评估是这样子 但是将来Facebook广告肯定是越来越贵 为什么 因为就是太多人使用 对不对 像2012年刚开始 那时候我们在刊登Facebook广告的时候 其实很少人会刊登 很少人知道怎么使用 所以那时候刊登的时候费用极低 非常便宜 然后曝光量很大 那就好像这个关键字广告 当初2005年后那时候Yahoo序曲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刊登关键字广告也很便宜 因为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刊登 所以我们刊登的时候就很容易见效 马上就被发现而且点击费用很低 可是你看你想想看这边123四个广告位置 然后或者是5个或者是又加右侧来10个好了 如果超过10家公司那肯定的嘛 就是你这个产业一定有超过在台湾一定有超过10家公司以上在做你跟你同业做相关产业 那大家会去竞争这个版位嘛 所以这个越卖越贵是是肯定可以想象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Facebook现在越来越多人去刊登广告 想必Facebook广告将来一定会越来越贵 这是肯定的 所以你的个人网站的内容行销其实他相对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他在SEO的效果是一定会提升的 比如说刚刚讲的像我的这个牛奶爸网络穿在私密日记 我一直在写 比如说我去写书或者是我去上节目或者是录录这些影片教学或者是杂志专栏 这个都是我的传统媒体的曝光度 那在网络媒体的曝光度呢 我就是靠这个影片的教学啊 还有这个部落格的撰写 我常常像这七月份呢 我几乎一个月里面我几乎都会产出大概两个 大概一个礼拜大概会至少写两篇文章吧 所以我到现在从2010年到现在我没有停止做这件事情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做的比较多 我几乎每天都写文章 然后让这个网站的文章的累积曝光量 文章已经到达超过400篇以上了 然后你看我这边的来访访客 这是不重复IP的来访人数 就是怎么去看不重复IP呢 就是你看现在我的这个网站 我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一次 然后我的这一个人数它是不会变的 这个人数719631 这个人数是不会变的 这个就代表不重复IP 假设你今天点击其他页面 或者是再重新整理一次的时候 然后你这个人数就马上加1 那一种技术器就不够正确 就是不够精确不够精准 因为我一个人看了好几页 这个次数就加1 那个就没 那肯定数字一定有比这个大数许多 那这个来访人数就是真的 一个人一台电脑来到这个网站 不管他读了几篇文章 这边还是只会加1而已 这个就是比较精确的 不重复IP的人数 所以目前已经有719631个人次 那当然这个人如果 关掉浏览器再上来一次 他才会再加1 或者是他隔天再上网 上同一个这个网站 他才会再加1 这个人数就会比较精确 所以因为这样的累积 你这个内容行销才会 曝光量才会大 因为文章够多嘛 那每一篇文章都会有 都会有主题都会有关键字 所以被搜寻几率相对就变高 那流奶爸在这边呢 也一直在呼吁就是 我们做网路行销 其实你就是要着重在什么 就是着重在内容行销嘛 内容行销其实很多啊 我会建议你到 你就搜寻流奶爸来 看一下我的那个流奶爸 网路创业私密这个部落格 其实很多故事可以写 有很多人觉得说 我卖的东西 不晓得写什么 然后不晓得有什么故事 可以跟商品做结合 那其实我们可以去观察很多 像最近有的那个激热的广告 觉得蛮好笑的 还有办公室篇 或者是一个印章的日本广告 都是很传统的产品 可是他们就是把它弄成很有趣的那个影片 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学习 可以讲故事的方式 多去充实 怎么去讲故事 你就多看多去看一些 如何说故事的书 那这个以后我们在八点档的时候 也会都分享给你们 就是流奶爸看到的一些 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案例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拉拉招招讲一堆 我觉得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要跟大家讲 没有一个平台是可以完全 百分之百去依靠的 你要靠的是你自己 你不要觉得说 Facebook广告很棒 很好用啊 我就一直用一直用啊 然后就忽略其他的经营 就你你的部落格也不邪了 或者是你你其他工作 你也你也不去管他了 你就纯粹放在这个Facebook广告 他将来就像这样子 他一个变动 那那你等于是被人家掐着脖子 你的业绩来源就很可怕 一直被人家掐着脖子 我会建议你如果你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会建议你就是好好的充实自己的官方网站 频率要比较密集一点的去更新你的网站内容 然后去说更多关于你的产品的故事 让你的网站有更多人有更多的曝光率 让更多人看到将来在搜寻情自然被搜寻的比例会高 还有一个就是收集潜在客户的粉丝 一定要不停止做这件事 不能停止去收集你的潜在客户的资料 比如说email或是light at的粉丝 因为你收集的越多 不管将来媒体怎么变 你都能够用email的方式 或者light at的方式去通知到对方 好 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内容啦 拜拜